台下落出文化感激方 中興高中在南道館算是開了紅盤 感激學校也特別邀請幾位前國立台學生 在來接受學長老學的共識 只有一戶就扣到兩個代代 另外扣到新台中興上國立台下51位 還在加上學習部分 今年中興高中扣國立台學落出率 就高達50% 在指考方面仍然有兩位錄取台大 包括台大執病系跟台大外文系 分別在三類組跟一類組 這部分都是相當頂尖的一個學系 然後在其他部分我們也發現到 學生就近生肚附近的 包括中張頭的國立大學人 人數也急劇的增加 顯見我們學生對於生學方面 有非常多自己的一個看法 中興高中雖然算是很苦行的高中 但在幾年來這次辦公室 以及去外交高中基地 甚至結出的學生都正來集合 加雄老師用心高學 學生認真他 這幾年來就出國立台學生 已經不輸給多次的學校 我這次考了477.9 我考上了國立台灣大學 職務病理維持物學系 這個學校就是老師也很慷慨讓我們問問題 然後學校也會在高三的時候會定期排骨就教學 還有玩自習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課業上能專注 盡量去激發孩子的潛能 所以在我們學校學習 基本上是還蠻快樂的 然後又 我覺得去增進孩子的自信是最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 只是所謂的社區學校還是可以表現得很好 因為可以讓孩子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然後也看到了一些學長學姐一個不錯的表現 然後就激勵他們又更願意去努力 另外一位考到台大外語系的入董偶王欣平 因為要打工沒辦法親身來學校才是恭喜 這到13年的老師表示 王欣平是性以鄉人 自小和爸爸身體和家庭都不算好 但他非常優好 他切非常認真 萬歲的計劃成績就有四百十幾分非常優秀 考到台台絕對是劃是烈 記者檢文宣 蔡宏報道